YEAH! YEAH! 它整体确实真的好像瘦了一点 没之前那么肿胀,对吧? 这两瓶是心下人丹的二回杀脂 它会一直吃,希望可以减肥试半功倍 这一只丸不是那种奇奇怪怪的化学成分的药丸 因为可能很多人都担心吃完减肥药会有很多副作用 譬如冒冷汗,心跳快,有凹油,反弹得很快 但是二回杀脂是天然草本成分 所以安全很多,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副作用 它的成分是获得日本者消费厅认证 说真的可以有效减少内脏和皮下的脂肪 绿色标签是脂肥fat control 是饭前之前吃的 说是由天然的草本日本专利成分 说是可以有效阻隔碳水化合物 还加入了迷迪香,乌龙茶精华 说是可以进一步防止脂肪的凝结 这个是饭后,就要吃蓝色标签的减肥fat control 一样含有天然草本的日本专利成分 说可以有效提升身体代謝率 令消脂能力更加快 不然呢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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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这款有分4级和6级疗程 4级就是当BMI低于25时 午饭前后吃就可以了 如果NBI高于25或以上 那就是6级疗程 早午晚前后三餐都要吃 但其实男叔呢 他本身一天平时都是吃开两餐的 例如我刚刚吃完那一餐 就会直接吃晚餐那一餐 所以我应该会跟他饮食习惯 就是他每天吃多少餐呢? 就吃多少次 然后呢? 他出门口之前等我帮他放入这个盒子 很好啊! 他附送这一种铁盒子 方便你带出去 只要将需要的份量放在盒子里面 那今天已经过了一个月了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他有没有成功减到重 可以 哇! 拍摄一种东西 哇! 他有几公斤吧! 对! 喂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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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件衣服都有0.5公斤 那么重的吗? 不是0.3公斤 确实 他整体确实是真的好像瘦了一点点 没有之前那么肿胀 对不对? 那其实本来我预计他在一个月减3公斤 完全想不到他竟然可以减5公斤 他确实是吃少了 但又没有做很大量的运动 那既然他已经有成果 希望他不要只减一个月 然后下个月就立刻回肥 因为吃那个丸 整个疗程是要3个月的 因为要让身体慢慢地回复消耗脂肪的机制 所以未来的一两个月 都会继续叫他吃 也会继续叫他减下去 我去的